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小安妮 今天我想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包寿司 那我们就会从洗米煮饭 然后还有就是煮寿司处 还有备里面的材料 那我今天要备的材料呢 是鲍鱼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享受包寿司吧 然后你们知道吗 就是寿司里面寿司处非常重要 就是寿司好不好吃都是取决那个处 然后因为我之前我想说就是白米饭 然后配生鱼片 然后生鱼片沾酱油 然后跟白饭一起吃 我想说应该也很好吃啊 但是真的不是 真的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那个生鱼片就没有办法显示出它的甜味 真的很可惜 所以呢一定要加醋 开始煮寿司处 我们先把醋放下去 然后呢我们把糖再放下去 那我们开始搅拌一下 就是让它融化 看起来它有融化 好 那我们再把盐放下去 那我这个盐是用玫瑰盐 所以它是粉红色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继续搅一搅搅搅搅搅搅 然后呢因为我们不可以就是让它就是煮开 所以我们现在就关火 然后就是让它就是剩下的热度把它融化就好了 然后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它倒在这边 然后把它等一下 那现在饭煮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醋淋上去 然后我们就把它拌一拌 然后拌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着 那如果说你怕就是你的饭会干掉的话 你可以就是用一个毛巾 湿毛巾铺着 或者是我就想说就直接把这盖子盖上 然后慢慢就是让它凉 但就是米又不会干掉这样子 然后剩下这个鱼 然后呢就是要加入这个 就是美乃滋 那我是用那个日本牌的那个QB 它美乃滋真的很好吃 然后就把它加进去 那当然呢如果说你里面想要加洋葱 就是洋葱末 就是想把它切小小块小小块 然后把它放进去搅一搅 然后如果你想要再加一点调味 比如说像一点点的盐 或者是一点点的胡椒都可以 都很好吃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加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加美乃滋 因为我朋友说这样子也很好吃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试试看是如何 然后把它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中间这个纸 那我们就把它去掉 然后呢因为这个太大块了 所以我们再切小一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切个三等份吧 因为这真的是太大了 但如果说你使用的小黄瓜 就是没有这么胖的话 那你就是切两次就可以了 就是切一半就好了 然后你看就是像这样子 这样子 跟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铺饭 怎么铺呢 就像这样子铺 好 我们大概就是铺到这条线 这边铺满就好了 可以抓多一点 就大概这样子 就大概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要开始铺料了 这样子 那它可能就不够嘛 那我们就是多一点 就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是小黄瓜 就放在这边 这样子 然后铺满 那我就想要再多一点的那个小黄瓜 所以我就是用这样子的 那我就想要再多一点的那个小黄瓜 那我们就要开始卷咯 看这个料就这样子 很平均 好 然后这条线呢 要对准这边 OK 然后拉一拉 因为要让它紧一点 好 拉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一次 就过去 然后把它这个形弄好 你看 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个最好那个刚才那个接口 就是要在最下面 然后就是 放着 让它大概就是可能 几分钟 然后它都会自己黏住了 你看 好咯 那我要切咯 先切一半 大家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然后再切小一点 就是刚才的一半嘛 这个就再另外一半 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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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好咯 我们终于包完了啦 那我们来试吃一个吧 然后呢你也可以做小的卷 我们都叫它baby roll 因为它就很小很可爱啊 大家看完我的影片之后 有没有也学会怎么做了呢 寿司啊因为要准备材料又要包 所以有点花时间啦 但是呢等你做完看到成品之后 就会觉得非常值得 而且啊能够吃自己做的 总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然后它也很适合亲子活动 所以在家里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哦 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的影片 然后也请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出去 好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上个礼拜我有分享 就是我在那个超市花超过30块 然后有一个小本的书呢 这个礼拜我又得到了 然后我是得到三本 你看三本然后它来的时候就是长像这样子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书 它总共有24本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是哪三本 好可爱哦 然后还有 这个看不到里面真的是乐趣 最后一个 太开心了都不一样 你知道这种看不到的 就是最怕有同样的东西出现 但都是不一样的也太开心了啦 耶 好那就谢谢大家咯拜拜